好 现在一针带来在主航航展的最新的消息之外 再来关心的是呢 美国总统当选川普即将要重返白宫了 那大家就非常关心了国防预算的部分 因为他在竞选期间多次说台湾要缴交保护费 在这部分英国的金融时报就报道了 说台湾考虑向川普来提出个大规模的军购案 来展现强化自身防卫 那包含了什么呢 神盾驱逐舰 以及可能有多达60架F35 那这个部分这个逆宗战机等等 总价值大约是150亿美元 这和新台币4828亿元 在今天这个部分总统发言人郭亚慧就说了 台美之间本来一段时间都会有相关的军事需求的盘整跟讨论 但是目前并没有新一阶段的讨论 好你可以看到在这个中视新闻网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评论 这一篇外媒的报道 金融时报的报道 最大笑话就四项军官 有的美国不卖 有的我们已经打退堂股 那么川普的国安团队跟国防部长是谁都还不知道 也认为说现在在幕后放话的国安官员急着就要奉上采购清单 也给了让人给予表态输成之感 着实不妥 好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前立委国政认认为说 这次在这个总统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现在结果出炉了 那么跟共和党来打交道 他们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实在的东西 就是实际的经济利益 好处是什么 这个旅美教授欧景中说 民党给共和党感觉就是一面倒的在进行民主党 所以表示未来什么呢 恐怕会很辛苦 在这个川普上任之后对台湾的影响 立委刘雨婷说 外交部的专报到现在还在写 美国未来会领导民主同盟对抗威权集团 所以还在质询的时候呢 就问过林佳龙部长了 这套说法是拜登政府基本国策 而川普当选之后还会继续吗 他认为说外交部到现在还在鬼扯说会继续 他认为说认为在这个部分 看了外交部的专报之后 真的十分的恐惧 那现在没有专业没有掌握 预测失准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同时你可以看到这位是前国防部的部长 纪要秘书卢德允 他认为总统大选之前 现在呢这个先前川普就多次指责台湾 偷走了美国的晶片生意 还说台湾是半导体小偷 要美国保护要护保护费 所以台湾离美国远距离大路近 美国是很难保护台湾的 我们政府除了美台关系良好 什么都不敢说 甚至也认为说川普言行不一啊 很难预测 他已经当选下任美国总统 但是呢他不可预期 但未来可以确定的是 对美的军购绝对会增加 还有各个层次的美军指导意见越来越密 简单来说就是美国爸爸觉得我们需要 不是我们自己真正需要 唯一可以断定的就是国防的预算 恐怕还要再调升 好外媒报导了在这个部分 我们的可能要来考虑跟川普提出了 大规模的军购案 国民众利尔王威就说了 显然川普还没有就任 但是赖政府着急了 急着缴保护费 但这么梦幻的一个军购清单 美国是否会买单呢 打个问号 问题并不是在野党买不买单的问题 而是美国买不买单 那对川普政府来讲 因为他要台湾付保护费 那当然我们愿意花150亿 再去跟美国买一大笔的这个军购 那么美国当然是欢迎的 但是我们看起来 我们还开出我们要买的清单 像例如F35 这个是当时蔡英文刚刚上任的时候 就透过外媒的访问 就已经直接跟美国说 我们需要F35 但是一直到蔡英文卸任为止 美国是理都不理我们 后来我们也不过是买到F16V 所以也就是说 美国并不会因为你开出清单就买单 那当然我觉得这一则报导 虽然是英国的金融时报 但是它是不折不扣的一个出口转内销的新闻 也就是说它事实上是台湾单方面的 希望我们捧了一大笔钱 然后希望你把东西卖给我 钱我相信美国是一定愿意收的 但是他要不要卖给你这些东西 那可不一定 神盾舰以及F35逆中战机 对台湾而言当然是梦幻异品 但是民进党政府除了遥望天边的彩虹之外 也应该要留心路边的芳草 国防部也承认 包括我们的反装甲的飞弹 还有华翔炸弹 以及F16V的战斗 这三项军构 目前仍旧是延宕的状况 还没有交货的武器当中 累积的金额已经是高达205.3亿美元 其中又以战斗机 还有我国最需要的不对称作战的武器类型是最多的 在竞选期间 川普点名台湾国防支出不足 应该要把军费提高到GDP的10% 换算成新台币是高达两兆6410亿元 当然川普喊价的意味浓厚 但是这也代表川普主导下的世界秩序 台湾不仅要为自己安全付出高昂的代价 背后可能更多的是美国优先下 川普对于贸易失衡的愤怒跟不满 好 看到立委王定宇是国王委员会的委员 但是现在陷入了我想要你的风暴当中 现在脸书粉专就来大算说 鉴于国防部可以跟王定宇来合作 在募兵广告仿照美国拍播 我想要你 这样子就可以来解决台湾逐年缺病的问题 还有如果在八大行业缺业绩的话 也可以跟王定宇来合作 在门口摆上一个我想要你的招牌 抗中宝台一定要有够硬的标语 才能够让全台万众一新 好 可以看到现在不断的遭到大酸 那么同时美国前总统川普 现在二度当选要强势回归 也引发了川普交易现象 包含了美股道琼跟标普指数都冲破了新高 还有就是加密货币比特币 更是涨破了八万八千块钱美金刷新记录 另外川普也陆续公布了内阁的名单 宣布强硬派的移民官霍曼将会担任边境沙皇 准备大量遣返非法移民 还有挺台的参议员卢比欧也传出将会担任国务卿 川普重返白宫引发川普交易现象 美股主要指数连日上涨 道琼首次冲破四万四千点 标普五百冲破六千点 双双创下历史新高 而加密货币比特币价格节节攀升 首度涨破八万八千美元刷新记录 比今年低点三万八千五百美元 翻了超过一倍 分析预期在川普加持下 比特币今年渴望冲上十万美元到关 另外川普新内阁名单陆续出炉 曾在上届任期以零容忍政策 强行拆散数千移民孩童和家庭的 强硬派退休移民官霍曼 将回国担任边境沙皇 管控边境安全 霍曼指出川普上任后将迅速逮捕 并大规模驱逐非法移民 另外川普新内阁在天一名女性大将 曾公开力挺武装台湾 和推动反中法案的共和党众议员 史蒂芬尼克将出任联合国大使 而美国环境保护署署长 则由前众议员泽尔丁来担任 目标推翻现任总统拜登的监管政策 让美国占据能源主导地位 美国媒体最新消息指出 川普已经邀请挺台参议员卢比欧 担任国务卿 队中强硬的佛州众议员沃兹 将出任国安顾问 而团队幕僚米勒 则将成为白宫副幕僚长 记者吴江中的报导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火腹路全修精华 精华生 即刻启动动力密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